好 他們要搞一個零日攻擊 因為製作人 導演什麼都是 他們跟民進黨關係很密切 所以大家就去檢查 花兩億三拍一個連續劇 很貴 一般台灣哪有這個錢 一看說他們說曹信誠出錢 這樣一看如果曹信誠出錢 我一點意見都沒有 隨便你們 曹信誠有錢 愛幹什麼幹什麼 反正有錢是大贏 但問題是國庫也拿出11003 他這個國庫還不是全部我認為 他只是文化部跟那個什麼 文策院 他們這兩個單位就拿了11003 其他還有單位補助的 我那天看到是五 六個政府機關 大大小小等等 被認為是搞認知作戰 就是說打仗之前 老共如果打台灣之前 他要幹什麼 就先在這邊躁動 安排各種間諜 第五重隊 然後什麼誰是第五重隊 那你們可多了 只是還沒有把政治人物放進去 他說這只是一個預告片 到時候選舉之前 真的放正片的時候 會不會這個 什麼立委什麼都進去了 媒體都進去了 都可能放進去 所以就是那你是幹什麼 因為2026年就是大選年了 你2025推出這個東西來 就替你的大選再做一個 做一個暖身 每次到選舉就有這種騙子出來 等等 從某個角度 就等於自己去綠營來助選 助選沒關係 你明天講自己出錢自己做 為什麼要國庫的錢 當然就引起大家討論跟爭議 現在是說國發基金補助了4,170萬 台流文化黑潮補助計畫 7,130億萬 這就是政府的 然後臨日公司說 他自己去自籌了1億4,620萬 這個自籌裡面到底潮信算占多少 其他有沒有政府單位占多少 大家想知道 我就要搞清楚 另外王宏偉就說全民買單 變成民進黨的芒果乾 另外文化部說我們可受公平 雖然被批評說是綠色軍教片 我們可受公平 他們根本不在乎什麼平不平 根本隨便你平 行政院說不要過度聯想 不要過度聯想 能叫人不聯想嗎 你自己想想看 另外說大股東是林景昌 文化部補助7,100萬 這個沈柏陽是總顧問 然後這個製作人叫鄭新梅 然後林景昌 合資等等 那到底怎麼回事 跟綠營關係到底如何 最好講清楚了 這個說在渲染危機 一方面說不危險 一方面說很危險 那說觀光客會來嗎 你們把台灣搞成這麼危險 觀光客真的會來嗎 來 洪太雄怎麼看 剛才張大哥講了 這可能是為了2026的選舉的前哨戰 有些人在拍一把 可能他放是年底或者是明年 明年放 現在是先放預告 先放預告 不是這個片 後面還有其他的片 還有10集 這個10集裡面 這個現在拍連續劇 拍10集2億多 是大手筆 我知道很多電視台 2000萬都沒有 真的是很大的手筆 我覺得如果說剛才大家講 如果說是曹新城個人出 真的大家一點意見都沒有 如果說哪一個政黨要拍的 你自己出也沒有意見 但是有國家出的話 那立法院就有責任 替人民來監督這個事情 下個會期馬上就要開始 我相信這個題目 一定會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或者是在經濟委員會 就被拿來討論 我想這個人民賺的每一塊錢 都不容易 政府要花這個錢的時候 我就覺得要稍微去考量一下 其他人的一些看法 曹君 他這個零日攻擊日 他就是10集 然後他每一集 他就是用一個像是 迷你電影的方式 看似獨立其實是一貫的 他其實在闡述的 剛才趙先生講就是說 裡面會把政治人物都放下去 會 他就是在講大陸要對台灣 採取軍事行動 然後在台灣各個方方面面 他所產生的效應 然後在台灣當然有在地協力者 藍營的這些大佬什麼的 就是在地協力者 然後還牽涉到總統選舉 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所以說他當然就是一個 綠營的軍教片完全沒有錯 只是就是說這次洪威把他很清楚的 爬梳他的這個資金的來源 讓大家看到他的 這裡面的這個資本運作 如何跟這個已經就是 已經就是綠的這種文化的 這個市場裡面 這些創作者的一種結合 然後拍出這樣子的片出來之後 他其實就是賴清德所說的 在洗滌人心 但是事實上這個文策院 他文策院他的基金規模很大 他國發基金也有這個投入 他當初創立的目的 是要讓台灣培養出寒流 這樣子的一個風潮 要鼓勵台灣的影視創作 可是大家如果說這個立委 好好的去檢視文化部 文策院 甚至於包括公廣集團 他們所贊助的這些影視的 這個作品裡面 你沒有綠的背景 你根本拿不到 你根本拿不到任何的一個創作 這個就是民進黨執政的真相 而且這個在2000年的時候 陳水扁執政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了 然後到蔡英文這執政期間來 就是變本加厲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就在於是說民進黨現在所做的 就是他以前所批判的 他以前批判軍教騙 批判國民黨的文工會 新聞局這邊洗腦 他們現在就是在做洗腦的工作 我覺得這件事情出錢的單位 是政府底下很多單位都出錢 那誰點頭呢 這個點頭的 就是要能夠管得到這麼多單位 你覺得卓榮泰行政院長 會點頭這種事情嗎 不會 一定是他的上面 所以這個跟我敢講 這是賴清德有點過頭的 他看過這個內容的 那當然我是反對的 為什麼 因為主導人是曹新城 沈柏陽這種好戰分子 這個是代表台灣的普遍 主流的意見嗎 我覺得不是 你當然民進黨可以 學當年老蔣講的話 務司抵制不來 硬是我有語帶制 但是抵什麼時候來 抵來的方法是怎麼樣 是這個樣子嗎 我有語帶對制 是這種方法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 我們對大陸的 可能來犯的處理方法 其實應該有時間的眾生 譬如說你如果相信習近平 對犯德萊恩講的話 我25年以後才打你 我知道25年不動 因為我不要上當 老美要我打你我才不要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要想25年以後 我們的壯丁是有多少人 我們壯丁大概不到8萬人 每年薪出來壯丁 你現在的設計都做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這種 這種文宣式的 這種給你洗腦的 說虛無虛無 其實國民黨心裡頭 也不是從心裡反對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是靠老共活的 民進黨是說老共打他 你不得不跟他打 國民黨是說老共是很想打 但是他不會打 是因為我的存在 是因為有我在溝通 因為有我在和緩 在緩解 所以才不會打 我跟你講 我們台灣人民 真的聰明的話 要去強調 老共真的骨子裡頭 為他自己好 他不敢打 不會打 也不能打 基本上在這個新聞 就臨日攻擊 我第一次看到 是在趙大哥的臉書 就這件事情 其實拋出來之後 我覺得真的是滿誇張的 你怎麼在做民進黨 自己的軍教片 然後用全民來補助 你自己出就算了 曹新成講什麼帥話 我出的 我出資 結果超過45%是國家的錢 而且你知道這有多誇張 請問李後慶 林景昌跟沈柏洋 他有什麼軍事專業 當什麼顧問 你就是三個台灣大內宣的專家 你怎麼會來當軍事的顧問 第二個 金牛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他花了國家的錢 這一片的製作人叫做鄭新梅 鄭新梅之前是什麼 是國際橋牌社的編劇 過去他9000多萬 就已經拿超過 快將近一半的政府的補助了 然後他在拍林日攻擊前 是拍什麼片你知道嗎 是拍小英總統八年的紀錄片 結果在小英總統結束之後 林日攻擊這個片 又被發現拿了將近45%的 而且重點來了 這個林日文創 就是拍這個林日攻擊的 他裡面的大股東叫做林景昌 林景昌2022年的6月 交辦給李厚慶 然後2023年的6月 自己就成立一個林日文創 自己持股35% 他有300萬股 然後拿國家的錢 然後李厚慶現在還當文總的總幹事 那到底錢跟審核是怎麼來的 是這些國家的錢透過誰 去開真審會給你嗎 怎麼都是你們這些綠友友 跟民進黨的大內宣的老巢 總部 這才是關鍵 這些錢如果一毛錢 2.3億都是曹青城 沒有人會意見 可是重點是 從李厚慶到林景昌 林景昌還是這家公司的 35%的持股的大股東 你叫人民的錢這樣花 怎麼看得下去 就現在找回來 好吧 最近奧運在比賽了 公司3有播 昨天晚上我有看 我覺得還不錯 播得還不錯 在MOD對不對 在MOD是不是 就是有線電視 公司第三台 公司第三台 我覺得不錯 因為我看轉播 很討厭他們一直講話 我就看比賽 講半天煩死了 把聲音關掉 公司3還好 他們講話聲音沒有那麼大 華社也有播了 另外就是艾爾達是吧 對 艾爾達 現在當然有爭議就是說 因為艾爾達是 中華電信的單位 中華電信其實很賺錢 對不對 很多是獨佔的 包括那個線路什麼 最後一里路 李律書還補助8千萬給艾爾達 而且艾爾達收費 如果政府補助你就免費給大家看 他沒話講 他要收費 他要收費 所以老百姓就有在抱怨 說艾爾達這應該是那種 三家無線電視台 免費給大家看 要不然你就要看電線路 可不可以是要錢 為什麼不能免費 而且還補助8千萬 所以當然就被批評 另外說被寡讚了 所以國民黨委員預言之說 沒有普及是不合理 所以應該普及讓大家看 而且你還補助了8千萬 講話說我們希望有更多管道能夠看到 民進黨說政府應該設基金 取得轉播權 讓無線電視去播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私生體育主播楊楚光 在臉書對奧運得付費 才能完整收看賽事 直言根本是不公平 因為國際奧會主張 在無線台大量播出賽事 但中華電信子公司艾爾達 卻不公平的分配播應權 恐怕違背國際奧會精神和慣例 點出從審核就有問題 因為大部分賽事轉播權 集中在特地的付費平台 國民黨立委質疑 政府補助8千萬 要讓賽事普及化 觀眾及大化才合理 如今卻變成想幫我國選手加油 困難重重 那為什麼絕大多數的人 還是看不到奧運的轉播 只能看到照片 只能看到過去的畫面 而不能欣賞到最精彩的實況 這是大家比較不能夠接受的 是否浪費公帑 是為主管業務範圍的 教育部次長說話了 這個制度已經行之多年 那過去就是6千萬 一直都沒有增加 那今年會增加一部分是因為 巴黎的帕運 也在之後要舉行 意思就是按照慣例 同樣台北市長蔣萬安也喊話 希望讓民眾有更多的管道 可以看到奧運賽事 就連民進黨立委也呼籲 要實現奧運轉播平權 主張設立奧運轉播基金 林議員怎麼看 我覺得這事情其實還滿單純的 就是說現在其實進到這種 所謂的網路世代裡面 你所有的內容性 他都是要付費 那愛爾達他其實是 取得了獨家的轉播權 也就是說其實台灣 現在是沒有其他的平台 去取得這些畫面的權利的時候 我們體育組去補助這個8千萬 他其實附帶的條件 他就是要去share到 包含我們講的幾個台 包含15個媒體 包含剛剛提到的公視的三台 包含華視等等之類的 這個就是補助8千萬的要求 如果他不去補這個8千萬 我們是連在這一些 愛爾達以外的平台 完全都看不到 我覺得今天要去檢討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第一個是 我們花這個錢去拿 這麼多的這個 應該是說奧運轉播的 到底是不是一個有意義的事情 雖然很多人很希望看 但我覺得現在面臨一個更大挑戰 也很多人不看 他其實是有商業上的壓力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回歸到一種 就是說雖然的確 奧林匹克這個運動會 是整個人類的盛世 但現在這麼分眾的社會 這麼分眾的第二村裡面 如果他已經沒有這個商業價值的話 他怎麼撐下去 很大一部分其實就是 各國政府去挹注 這個挹注的意思也表示說 除了我們去支持愛爾達 讓他能夠把這個訊號 分享給其他頻道之外 某種種一個程度上 這個市議員就是給奧會 讓奧會可以持續的來辦理 這個奧林匹克運動會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上 當然的確是不是 未來在補助的時候 可以去更擴起其他民眾 更能夠接觸到的其他的平台 去分享到一部分的內容 但大家也要心裡有數說 我要吃到飽 我就是要付比較高的錢 現在極致就如此 我覺得你沒講到重點 我覺得重點在體育所 也就是政府主管單位的無能 跟事前設想的不夠走遠 你應該講我起碼要三台都看得到 或者三台以外公司 華市 還有哪些台要看得到 現在體育所的講法是說 我老少說講過了 不管誰得到轉播錢 我一例給8千萬 所以他這個愛爾達才去 花了4億去轉播錢 他大概算一算 算一算 不但要回收 而且要賺錢 所以才變成今天這個下場 所以是政府給錢 愛爾達花錢 然後大家收視的錢 這三個權利義務關係 如果一開始就處理得非常的公允 非常的平衡的話 今天沒有這個事 就是體育署沒有人會算賬 我覺得根本不要給愛爾達8千萬 而且我覺得民眾為什麼 有這樣的權力去要求說 我在不付費的情形之下 我可以去看奧運 我覺得這是我們傳播政策上面的 一個很大的一個盲點 我們的國家的廣播的頻道 我們是像什麼BBC或什麼公共電視 BBC採取到什麼公共電視或什麼 我們主要的都是公共的頻道 我們不是 我們是商業機制 我們是商業機制 我們每一個電視台 除了公視 除了公廣集團以外 其他的都是商業電視台 埃爾達今天花了4億多 他買下了這個轉播權 要看 真的是要看的 你就付費 你就去訂MOD 有很多人其實都不太看MOD 就是為了4年一次的奧運 或為了那些的體育賽事 為什麼我 而且這樣退回來 今天政府出了8千萬 去買他那一部轉播權 你給了這個公視 你給了這個華視 給了這個公廣集團 這樣其他的 對於其他的這個頻道來講 難道他又是公平的嗎 所以我覺得這 完全就是觀念混淆 根本不應該給這個8千萬 要看就付費 其實我覺得 大家就會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國之強盛 體育其實就是一個最基本的根本 我覺得現在可悲的是 連我們自己的中華 台北 我們的台灣隊 什麼時候播賽事的狀況是怎麼樣 很多百姓是不知道的 我們必須自己Google去查才會知道 所以我覺得就是體育署 他的這個費用 我覺得像乃姨姐剛剛有特別講到的 實用者付費 這個我們大家都可以理解 可是今天是我們的 國家參與奧運的賽事 是不是可能能夠轉換一個方向 如果今天的8千萬 是平均分給所有的有線電視台 讓他們來去清理這個補助 然後來去跟他買 他相關的轉播權的時候 是不是就有點不一樣了 我覺得假設說今天這個經費 剛剛其實署長 我是特別說了 他是一個行之有年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轉換一個方式 是不是有機會是可以讓 各家的媒體都可以轉播到 中華台北的賽事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如果今天的費用 我們是取之於民 我們要還之於社會啊 可是現在這個狀況變成是說 為什麼到後面會變成是讓 我們的體育 體育的一些前輩來說 為什麼是獨厚特定的媒體 當然我相信其實怎麼講 艾爾達他們其實也經營多年 但是只是說 我們現在要怎麼樣看待 如果他單純只是商業行為的話 OK 但是我們現在是反過來 我們現在是用人民的納稅錢 來去補助這樣的轉播 是不是就應該讓這個轉播 可以非常的廣闊的 不達到所有台灣人民 不管任何一個平台都看得到 我覺得這才是執政黨 可以去檢討跟修正的地方 他那個轉播金 他其實就是澳會在賺錢 我必須講 其實世界各國大部分 都是公家電視台買下來 譬如說你看日本的HK 南韓的KBS NBC跟SBS 然後英國的BBC 香港是政府出資買來 然後給無線電視台播 所以買下來 因為他金額很高 上次里約是我們艾爾達買3.5億 後來這一次4億 然後上次是4億 這一次也是4點多億 這個金額 單一的電視台都買不起的 所以我們的公視 與其你一直去做 謝國良的這種罷免片 介入台灣的政治這種立場 你還不如好好的做事 你把這個版權買進來 你再跟所有的 譬如說如果各家電視台 願意出一點Share 那我們就Share 把這個版權買給全台灣 讓大家能夠看我們的體育賽事 這不是美式一裝嗎 然後現在在講說什麼 8000萬 然後補助 然後大家這個補助到底多寡 這都是這種小事 為什麼 因為總共還是要4億 你還是要輸3.2億 到3.5億中間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何不我們台灣的這些高層 去看看國際上怎麼做公家電視台 應該要做符合公共電視台 該做有的公共性 而不是去介入一個基隆的罷免 奧運四年才一致 台灣人這麼關心體育的賽事 戴智瑩看了大家會感動 然後你現在沒有辦法讓台灣 一起關注全球的賽事 我覺得這是台灣最大的悲哀 他說我現在4年也辦每一次 其實台灣這十來年 我們在亞運 在奧運表現得都不錯 我們看我們得獎牌那些很棒的運動員 我們都想要知道他的訊息 工廣集團花了那麼多的錢 我們在各個地方花那麼多 軍教片剛才不是補助的一億多 把這個錢都拿來 是不是就可以看了 我甚至覺得 剛才方法很多 林涛剛才講的方法就是其中之一 我就有公視或者是華視我買來 其他的大家 你拿來才講 大家分享一下 政府多出一些4億好不好 政府我出個3億 政府花有那麼多的錢 難道四年一次的盛事 不要讓大家來看看 而且大家推廣運動 是全民運動 大家都平常講 我是覺得我都想看 我是找了半天 商務他知道公事用 真的很差 我是覺得花了 這是人民的錢 要用在刀口上 沒錯 休息一下就回來 對 我現在平常都已經相思過 對 ации 是 如果 在美國 我有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看 食物 可以 我可以對 你不讓